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可能年代的问题是 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 其他因为肥胖衍生出来的病患 血压会高了 譬如糖尿 甚至乎睡眠窒息 或者已经令身体行动比较不便 以及比较容易令身体的关节劳损 这种状态不是太好 传统来说肥肥的是有福气的 当然有些肉是好的 对于男也好女也好 但是太多也不好 反过来太瘦也不好 如果要控制食量的话 其实我们有几个现行的方法 刚才说了 你可以真的找些东西去扎胃 但其实这也牵涉到一些手术 可能是要比较多动作的手术 去扎胃 另外一个就是 相对介入的入侵没有那么辛苦 就是做一个叫做胃的波波 这些胃的波波 虽然我也听过有朋友用过 也是有些用的 但其实如果胃长期去扎胃 也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 甚至乎对于某一些人士来说 他可能本身身体真的很肥 你这样硬地扎胃的波波 可能对于他身体里面的其他内藏的压力 又会大了 甚至乎是会有一个很小的机率 引致到会有性命的危险 所以大家就会想 会不会是有一些 那个介入程度更加少的方法 亦都不需要每次要入侵到身体里面 或者就是 不要需要用到那么多弱的方法 总之是用越少痛苦 越少力越好 副作用越少的方法 就会令到别人折到食 我们过往也讨论过 介绍过其他方法 譬如说 这两三年 很多人去滥用的 一种叫Ossampic 那种针 就是自己帮自己打的针 就是糖尿病的人 会有用的 他就可以帮助去控制血糖 以及控制胃口 有的副作用就是 个人会比较容易去忧屈 以及食欲不振 算之而就是 你真的不想吃东西 你也会吃少的东西 于是乎 就另外去血糖 帮你控制住 但是这些东西 这个药本身是要贵的 以及你也要打一支针 而且始终你长期用着一些药 可能未必是最理想的 会不会有一些 又简单又快捷的方法 来去想一下 如何可以令到个人 可以是更加少副作用地 少痛苦地 可以吃少一点东西 最后帮助他减肥 是这样的呢 好了 我开估了 这个方法 在刚刚这个星期 有人提出了一个什么方法呢 我也觉得 看上去都很疯狂 这幅图就好像很可恶狂 但其实这个图 这个图是猪肚 所以跟你在超级市场 那些浴宕中 看到猪肚是完全同一块 差在这个猪肚是新鲜一点的意思 这个猪肚里面 上面有一粒 那粒是什么东西 说得不好听 其实是一个震蛋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蛋那么大 是一粒震软 OK 如果看这个标题 今次这个标题就是 这粒会震动的软 接着就可以帮我 帮我骗到胃 令胃觉得自己弱点 那现在呢 是不是真的帮到我们呢 未知 因为那个实验的研究 就是现在在猪肚里做的 他们就骗一只猪 吃了这粒震软 OK 然后最后发觉 那只猪呢 就是可以 吃少了40%的东西 OK 不需要吹个球 不需要做手术 扎他的胃 也都不需要和他打 什么荷尔蒙针 就是为了他吃粒会震的丸 接着发觉他就吃少了40%的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很简单快捷的方法 以及整个意念是非常疯狂的 简直是疯狂的 接着来就要问 为什么吃粒丸会有用呢 首先要这么说 这粒丸有多大 其实你说它震蛋也可以震丸也可以 那么它是大约三厘米 那么长 然后直径是一厘米 你拿一把尺 算下 你有没有吃过这么大粒药丸 而且这粒药丸千万别咬碎 不能咬碎 里边有机器 里边有个振子 那里是一个这样的 就是这粒药丸要整个人吞 你给一只猪可以的 一直吸收到一根 这根椅子对于人来说 如果放在人上使用 3厘米乘1厘米我都嫌疑太大 里面还要有机器的部件 甚至有电池 想起来都很疯狂 当然就是说 它不可以是漏电 里面的东西要捱得到胃酸 而且这颗椅子是会震的 那颗椅子要震的话 你是整颗开着吃下去 有颗一颗震的要你整颗在口中震 一直吞下去 想起这个图像都非常滑梯 还是一颗乖乖的药丸 又小小一颗 可以一吞下去的时候 去到胃道自动就会开着 然后就开始发挥作用 其实这件事是在科学家研究时 都有想过的问题 在这次这颗药丸设计里面 是花了些心思的 即是它开始做的时候 是会有一些 一些gel 一些啫喱状的 一些物体包着它 你可以想像 像一个橡皮糖 外面 有一股外皮 是一些烟烟硬硬硬的东西 你不要咬烂它 OK 这个gel 就是保护着 中的药丸 而且暂时令到那个线路 不要博通 令到开关不要开着 它很有趣的 到了你这颗有gel的药丸 吞到胃 接触到胃酸之后 它就会溶解 瓦解 瓦解到一个地步 即是那颗药丸没有事 但是 就会令到原先 绝圆着 令它的电路不博通 开关部分都博通了 于是乎 整颗药丸的机器就开始开着 就会震了 你想想一下 如果不是一只猪 或者就算你可以贴身处地 即是 你吃了一粒 古古怪怪 就大粒又难吞的东西 一粒吞了之后 无端端的肚子里面有东西 有东西去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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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就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去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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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三十八分钟相对比较理想 就是因为无论对猪好对人好 都是食物在胃里停留的时间 即是说你吃的那一餐 最好似乎是在 如果要阻止你吃太多东西的时候 当然是饭前吃 饭前吃的时候 在你吃第一口东西的时候 没时间左右就开始作用了 也很惨 在你吃那一餐饭的时候 就开始感受到 有些东西在肚子上震一下震一下 震的时候很有趣 究竟怎样发生作用呢? 原来就是说 在他们对胃部的神经分析里面 他们认为 这种震动震一下 是会刺激到胃的神经 让他可以骗到胃 给一个饱的信号 于是乎就吃少东西 即是说 他不是用一个化学 海尔蒙的方法去骗个胃 也不是用一些 实体有体积的东西 压住 来骗个胃 而是真是 纯粹放一粒 有机械震动的东西 令到胃部的感知里面 饱不饱的神经 就会发出更多的讯号 令到你的脑子以为 你已经吃饱了 最后你的食量就会减少了 而在这个实验里面 他用了那只猪 他不是完全用了一只 完全成年的猪 他用到那只猪 本身胃的大小 就跟我们人类差不多 其实 你说猪来说 很多时候 就是他最后 很多的器官 比人类大一点 但在他未完全发育完 的时候 无论他的心脏 胃部 很多内臟 他都可以有机会 跟人类差不多 就是这只猪比较小一点的时候 最后 就是这只猪 在三四天之后 就会把这只猪排出来了 排出来了 最主要就是看 他有没有完毫无缺 就是经历了这个消化系统之后 我们现在就是 在猪里面试到的成果就是这样 而且也找到他那个 去帮别人摘食的机制 我们也找到出来 接着来你就会问 就是什么时候拿去人类用呢 就这么说 大家都会猜到的了 真正要放在人类床上 用的时候 还有几个实际技术难关 你要去度过的 刚才说了 他的电量 要足够维持三十四十分钟 我想要四十分钟 而且就是 他的体积要小粒 现在呢 如果你看到多色广 你会知道 如果这个三厘米 乘一厘米 这么大粒的圆 应该都差不多 是人类 那种人类医药 比人类吃的 最大最大的 那粒圆 已经是 甚至乎再大多一点 不是人人都有能力 所以 如何将这个机器做到微型化呢 又是一个难关 还有 这粒圆 不是吃一粒就可以永逸的 你说 如果是胃里面 去扎胃 去吹个球 你做一次就可以用很久 不想要的时候 也可以切走它 一路有的时候 一路发挥作用 以往 手术的手段就是这样 这粒圆 你每日吃多少餐 你就要吃多少 我当你早餐 不要管了 你只是去尝试 午餐和晚餐才吃 就是说 你的厨房里面 一天都要吞两粒 还要是餐前服 千万不要骗自己 餐后才吃 餐后才吃是没用的 就要吃一粒这粒 看起来观感就不太好 最后还要是 你会真的感受到 里面有东西在震 而最后 在猪里面发生的东西 是不是一定在人里面 可以完完整整重复发生呢 这个就是一个迷 就是在这里 进入真是临床的效应 你要找人去试 你如果问我的话 我想至少 你都要让我去看到 粒药丸 可不可以起码 缩 不要说减半 缩 缩到三分一 可以不可以呢 整个体积 小粒一点 比起我们平时 现在吃的 膠囊状 那些 这样的抗生素 那些丸 可不可以 做到它 令到我吞的时候 沸腥都吞了 而且你也很预期 不喜欢吞药丸的人 就一定接受不了 这种治疗方法 但是 这里看到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好处 始终做得手术 扎围 缩围 或者将它放在气球里面 都有一定的风险在背后 如果你是用到糖尿病 那些手法 也要长期去打针 也要用 而且 长期去受药物 药物本身 一定是比较贵价的东西 对它的影响比较大 而这些 纯粹一粒震震的丸 如果可以的话 按计就应该没什么副作用 你吃完之后 经过你的腸 你就把一粒丸出来 听起来就有趣 另外还有一个风险 就是怕它会破裂 里面如果有一些电路 通常有些比较重金属的东西 去流出来 甚至里面有电池 也是一个不理想的效果 未来的走向是如何 我们就无从预知 但是这个趋势很值得留意 现在我们看到在猪肚里面 关于这个古怪医药 去吞一粒震丸 去帮人捷食的这个手段 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四节的科学生枝结束 下一节就有科学回忆录